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18年的1月5号 今天也是礼拜五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流程 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共包括有三段访谈 有包括黄建雄老师的讲解股票 还有现在火热的Bitcoin就是比特币 还有其他的虚拟货币 那根据黄老师本身Trading的经验 那他对于2018年股市的前景 还有在如果您是做股市也有做比特币的话 在两方面的资产配置应该是怎么样的搭配 那他自己说他是60%是做比特币 以及其他的虚拟货币 40%是放到传统的股市里面 同时我们今天会提出几只股票 在今天变化的比较大的油技术图表的分析 来看一下这些股票的前景 然后呢就会听到Philip Hu 他是代表泛亚集团的 现在一站式的财务服务的机构的总裁 好那么然后在第一段 我们就要来谈一下中医 那在中医方面我们请到的是 宏伟中医诊所的负责人 Angelo Liu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Angelo你好你好周乐 好的新年快乐周乐 对也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是的 我那天看到在WeChat上 您po到你们诊所的同仁 相处都好像是一家人一样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我这个在工作上 每天我们要花七八个小时 在诊所在一起嘛 彼此之间我们要respect的 要喜欢这样能创造一个 更好的工作环境 正能量的释放 每天你来诊所的时候 特别开心 所以我每个月请了一个专业 给我们诊所拍照片的 然后每个月给我们诊所拍一组照片 蹦蹦跳跳的 我们有些拿着罐子的 有些拿着夹子的 有一天我很crazy 我拿了一个那个长条的 这个拔罐子打火机 向车一冲 然后就做各种pose在一起 但是很自然的这样 另外我觉得说 做这个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中医嘛 我觉得要成为系统 其实在2500年前 黄帝内经把中医里边的推拿呀 针灸都已经成系统化了 反而我们坐着坐着 我们就没有系统了 这样对 所以这些照片 post出去嘛 大家都很开心 觉得说 哇哦 这个传统老中医 还可以搞得这样子呢 我们带着圣诞帽啊 穿着红色的衣服啊 带着各种造型 圣诞树 连我女儿都加加入了 对 所以那对 尽量就是搞得这个融洽一些 是 做事情的时候呢 很很有力度 很有力气 开心 对 对对 这完全就是 现在和未来的一种趋势 是是 我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今天想问你 Angelo 好 刘医师 谢谢 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提到在2500年以来 中医的演变 一直到今天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皇帝内经啊等等的 也有中国流传到日本 流传到韩国 那您觉得2500年之后 如今的中医 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 也自我的进步等等 现在中医的救世纪人的 这个这套功夫 这套学问 当然是源自老祖宗 现在有比过去进步吗 怎么样 这讲呢 我觉得过去的人吧 我觉得就是 过去的社会比较单纯 天人比较合一 怎么讲呢 就是人比较 发落大自然吧 嗯 我们现在就是 属人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追求的东西 非常的复杂 这样对 你知道每一页事情 都会花出你一份精力出去 在过去的大一 他们是对病人的 这个救死扶伤 是有一个非常mercy的一个heart 我觉得说 所以做出来的 我人心的部分 人心比较单一的方向 这样对 嗯 这比如说吧 我觉得就是说 就从我不能说 我也是真推专业的 但我不能represent 因为咱中医 很多中医的 那个中药啊 中医有很多高手 在北area 嗯 跟你们讲 我很佩服你们这样子 我去讲的时候 我只能从推拿这个角色 就是这样子方面 在推拿这个角色 因为我是课班出身 再加上因为家族上做这个事情 也有一个我讲过多次的一个story 所以对这一方面我比较有passion 嗯 追求的也是 我就每天告诉我自己说 当我去像电台去讲座的时候 whateverver上大学里边 给他们去教书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的心说 我要有一个很平衡的这个心态 就是不能极端 不能就是说 要要站在一个 就是比较比较就是说 稳就是稳定 很平衡的去讲这件事情哈 所以这样才没有偏激这样对 是是今天主要给我们来讲的主题是什么 呃问题没回答完 对 请继续回答 对 我说那个我就讲说 现在的就是我举例我哥哥吧 他双目失明嘛 但是唯一的出漏 唯一的passion 唯一的热情这样对 你说咱能做得过他吗 嗯 所以我要说的话呢 现在的中医 呃 我自己感觉和以前相比 应该是一直在在在退这样 对 在退局 嗯 呃 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中医真的是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 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年岁的在增 增多 我觉得我对这个专业的passion 越来越多了 嗯 呃 比如举例子说明 就是说以前吧 我们练功的时候嘛 我们就是死死的练 练到浑身疼 很讨厌啊 嗯 但是我是喜欢 但我心里边有负面的心态 我记得那时候练功的时候都有口诀嘛 或者我们学医的时候有口诀 叫理论知道时间 实践东不断的深化理论 理论知道时间 十万经不断的深化理论 这什么呀 为了考试嘛 别考错 填填歌填错了 现在我跟你讲 这个拔罐子就挤 我就这个拔罐子啊 以前我们学拔罐子的时候 就拔罐子一个修给一拔 但是你知道我做多了之后吗 我们这招所的拔罐子 我在几年前的时候 开始把身上抹上油 为什么呢 罐子是一种负压 当我抹上油的时候 拔的特别均匀 就收得很快 你知道吗 然后就皮肤摩擦不多 然后后来我又慢慢的在 皮肤受伤也少 也少 它倒不是受伤 就是它均匀柔和 能吸入的很多负压嘛 负压这个罐子 就是把你的血液循环的有些地方堵的地方 通过一个负压拔出来 让它代谢出去 就不再block你的身体 你的气血循环上头脸很快就 就是就会加强很多 第二个呢 你知道拔罐子这个东西就像推拿的拿法一样 拿法拿住的话 其实拿不住肌肉 只有肩颈穴的时候才可以拿得住 别的位置一拿就跑了这样子 但是咱一共两只手能拿几个地方 两个地方 但如果我抹上腰放 抹上腰放20个罐子 我同一时间可以拿7分钟 7分钟 这个拿完之后一松掉 我拿三轮 多那个扭伤啊 很多腰扭伤 急性腰扭伤 那简直就是我们叫板状腰 板状背 整个人身体就是属于那种 控制不了的一种就是收缩 那我拿三轮之后 我在去矫正的时候 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要讲的是说 主要看你的心态 咱不能说现在和过去 你的motivation是什么 你到底是想在这个行业中 是为了帮助人呢 我们不是说救人 因为我做这个行业 说救人这个东西有点太夸张 因为就是帮助人家 因为咱这做我制的这个专业 古商科儿科内科 说白了不耽误吃不干 耽误喝就是生活的quality 不行它就是疼啊 那解除病痛嘛 就是说刚才我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谈 就是说还是看人这样子 如果这个人的人心 他放到一定的level上 我相信对他也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祝福 是是专科出身的人数肯定是不同 对吧 这个比半路出家的就是有不同 不能一杆子打死人哦 也不能哦 不能因为前几天这个有一个人问我说 那在美国学的中医 那能赶上他们渣吗 我说一切尔巴尔特这个人的heart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一个人 你这个话说的真公平 对一切尔巴尔特的heart 我跟你讲在家里边你知道吗 他偷着学都能学得比我强的 你看他出了多少力了 如果我们专业学院也有出来之后 现在我跟你讲女生做古商科 现在全学院里边 我喜悟一个人是最坚守的 我每个月posting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们那些学院的同学 昨天有在别的国家的人说 这就是我佩服死你了 你还在坚持着呢 你知道吗 一切尔巴尔特这个人的心这样子 因为我认识有在美国 是不是科班出身 中间转路的 就是有一位韩国医生 他是因为母亲得癌症 后来去学这个专业 本来他在电脑工程师里边 管着亚洲的整个片区这样 对他每天熬夜的去读这些书 另外他不死扁 不死板 我也认识人有钻到苏中出不来 只在实践中在一直读读 纸上读了很多东西 Bookley Smart 等对人的时候 就很sensitive 就是这样子行不出来 临床经验就稍微欠缺一点 对 所以我就说 不管是咱就是说 半路出身 还是咱专业出身 专业出身呢 我们感恩我们的优势 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了 这样子就是跑得比较早 你知道吗 那后来出身的笨鸟 先飞吧 人家要是努力的话 说不定比咱做得还好呢 所以 Fairly讲就是 Motivation 他是过去就是为了 做整个专业说 哎呀没有收入了 我学个老中医出来之后 你看红霞过去一看 二十三十多岁 化化妆一看好年轻 Front Desk 我去了之后 这个白发苍苍就老中医了 你需要把他打死人 我们不能一杆子打死人 对 是 周乐今天没准备 今天一天住了几十个病人 我一直说 今年是新年的第一天 我要跟你讲 我说要感谢你这样子 怎么说 因为这个节目做得好啊 今天 今天有一个 替我们电台增光 你这个 今天有两位病人说 你这个电台节目讲得非常好 哎呀我说 说实在我讲节目我都不听哎 我说 那你觉得 你没空 他说对 他觉得哪讲得好 他说周乐讲东西 还都是非常属实的 周乐讲东西 都是非常 切合实际 两个病人 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我给你汇报一下 另外有一个王先生 今天来我们诊所 是第三次 我跟他做治疗 已经推荐了两位病人 然后我就 他说他要近期之内 推荐十位病人 还要打电话过来 感谢你这样子 对 今天把他的儿子 也带到我的诊所过来 18岁 让我跟他做检查 所以呢 首先 在新的一年里边 新的一年是什么呢 是一个新的过开始 2017年对我来说 不管是personal life 还是我的professional 这个诊所的life 都是一个很challenge的一年 去年 对 就是已过 一切都是新的了 对 今天快乐的心情 迎接2018年 2018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那个我就说 要做更多的positive的转变 要把一切面对的压力 换成一种动力 就是我们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所以我要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呢 这几天做的一个positive的改变 是什么 1月1号 我挑进游泳池 游了30分钟的泳 然后希望是温水的 温水的 好棒 冷水的也要跳进去 因为我觉得2018 2018一定要做positive的改变 从新年的第一天 我就要改变自己这样子 另外明天早上 我要六点钟去参加 那个Burn的常跑队 去跑步 哦呀 1月6号 呀 马拉松 对 那个马拉松以后的事 我先跟着跑 能跑多少 跑多少 哇 总之以前没跑 鞋子要穿 对啊 一定的 一定的 对 我这个人不喜欢跑步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我很多病人 都是跑步的 然后我学了 哎呀 不要说你不喜欢吗 就是你的心吗 就趁着你的heart吗 就去坐吗 你的腿啊 你光连上身 你那个腿啊 太wake了 那positive 我明天去跑步 还有什么呢 这都是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 关于诊所的 我呢 这个星期给我的员工 已经开了两次会了 两次会 第一次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 这样子 就是说新年的go 我就觉得说 我在我的自己的记录上 第一页上写 爱我的员工 就是要train我的员工 爱我的员工 就是做positive的一个转变 就是要做一个leadership be a boss 你知道吗 不要总是心里边 哎呀 好像对病人一样 好多爱 不好意思说呀 不好意思管呀 这样子 对所以呢 就是各方面的training 今天不瞒你说 我们做的training 就是有关respecting your work 就是respecting the patient 包括sexual arrestment 哦 怎么样要让你的身体 每一个部位讲话的时候 让你的病人感觉到comfortable 而且进入诊室当中 如果说30分钟的治疗 在你进去的那第一分钟和30分钟 你要按时进 按时出 就是一个meeting要start和finish都要on time 然后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 你要find out病人的需要 要聆听 is not a body is but a patient 这样子对 另外呢 我们也选了就是有计划 有针灸当中有leader 每个星期要怎么样做更好的performance 怎么样子就是让我们的病人有更多的受益 这样子对 那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工作的一个负责 对 所以在过去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就是跟着大家hire过来 说push人家 push人家 但是我没有training is not a fair 你知道吗 另外就是说 在技术上 在从下个月 我一个工 我一个星期 我就会在诊所只工作 physically三天时间 因为我要花两天的时间 training我的staff staff就是说 我所讲的 比如说 whatever 剑翘炎啊 玩管综合针啊 网球轴 高尔夫球轴 小儿 精细协精 做骨神经东 分几类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为什么这个动作会好 这个动作不好 这里边是什么肌肉 什么神经 哪个神经支配的这个动作 为什么网球轴胶 就是他外翻的时候 他会受 内内圈外翻的时候 他会受伤 用什么方法 能让他还可以持续的打网球 而不受伤 这样 对 所以我就说 我会做就是在诊所当中 training training 做professional training 手把手的training 争取让我们诊所的每一个推拿师 这样子能更上升一个level 然后呢 就是说 因为推拿这个东西非常博大的精深 很多人只就是有knowledge gap 我估计包括你 包括就是我身边的好朋友 说说啊你这个按摩 其实按摩也是推拿的一部分嘛 按摩是推拿的一部分 一部分 非常小的一部分 按摩其实不属于治疗 它属于保健按摩 在美国所用的 舒缓 对 保健按摩里边又分 保健按摩又是运动后的恢复按摩 另外又分彩敲美容按摩 还分应该还加一个是属于术后的恢复按摩这样 术后的不是这治疗的 这个叫咱们在美国做的大部分叫油推 这是属于保健按摩当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这样子对 当然我觉得做好的话也真的也benefit了很多病人 有时候我也想让大家给放松一下呢 咱不是说这个不好 但是呢我们股伤科的推拿远远就是超过于这之上 所以呢我今天我就觉得说我们就不讲什么病痛了 我就讲一下今年的新一年的新计划 对自己的期许 然后对诊所的希望 对对 然后有什么改变 对这个很好 对我要positive 我要相信今年一定是一个 better year 翻转的一年这样子 对 另外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病人 对我们诊所的大力支持 这个星期一星期二一工作我们诊所就三十几个病人 你知道吗 今天我到下午三点钟才吃到早上的饭 哎呦 因为其实有点short front desk有一个在休息嘛 嗯 那争取以后我也吃饭 on time 因为不能老说病人吃饭 我不吃饭 这也不对哈 对对对 我们听得这么精彩 这么部落俗套的一个中医啊 我们想知道如何来到刘医师这个地方来做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你们诊所的地点在哪里 好那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诊所是located在San Jose San Jose呢 Oakland Road和Broco的地方1630Oakland Road 我们诊所呢 如果您需要打电话过来预约的预约的话 诊所的电话是408-436-8055 408-436-8055 最近诊所有点忙 如果不接电话的请你留言留言 对请留言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的 你们都收保险吗 我们收保险 我们几乎e-network Io-network都收 所以我们除了针究的保险收 我们的chiropractic 技术整形 我还有专业的技术整形师也收 所以大部分诊所不收的保险 我都会收这样子 对所以e-network Io-network都可以的 是 那根据我对您的了解啊 您哥哥在中国一共有开了30多家的分诊所 是的 您也有这个红月 也希望能够慢慢的把您的诊所 这一套技术继续的发扬光大 也一家两家的这么开 那我也祝你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慢慢实现您的愿望 那您觉得现在在西谷湾区的中医大学这么多 那这些人才都是可以有他发展的空间的 对吧 我觉得一个人想发展的空间 需要人regernize他 你要给他机会 要给他patience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的leader 就是我使劲干使劲拼命 在20多岁的时候就有60个员工 我记得我开会的时候早会晚会 我戴着白手套 每个房间检查 有时候一看不干净出来 我就sensitive 我就哭 我就觉得说我都这么努力的 怎么你们还这样子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我父亲就说我的女儿是最好的女儿 哭的时候都是给员工开会的时候 然后讲着讲着还在笑的时候 我一回头让他偷偷流眼泪 你知道吗 来美国之前的时候 我那员工他们都给我送花 买到一起给我送花 看我try的非常hard的这样子 对 但是到现在讲电台 可能我的员工他听不到都在都在中国 但是我觉得我对他们觉得挺亏欠 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leader 你知道吗 一个好的leader应该是不这么sensitive的 另外是你要给他机会 你说我一个leader 我天天进去干活干活就干活 然后一看人家做的不好 我就说你这个你这个压的不对吗 压的不对 批评到最后之后 人家都变得很sensitive 因为心里边对我又喜欢又害怕 你知道吗 见了我就害怕呀 你说能做好工作吗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在哪个大学的里面毕业的 你知道吗 不管你是年龄大年龄小去学习的 特别是年龄大的 我就特别的佩服你 因为在这个就是说 年龄上你还做出对你的人生 迈出新的一步 所以就是祝福你 你继续加油这样子 我相信就是说 只要你的老板能给你机会 你都可以做好的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红霞中医师 对 他的诊所是在1630 Aakland Road San Jose 预约的电话号码是 408-436-8055 408-436-8055 如果朋友们身上有任何的痛症 推拿的确是最有效的一个中医的方法 谢谢你 好 谢谢周浪 谢谢 好 我们今天第一段的访谈结束 接着进行下面两段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红尾中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医治好评 2007年 红尾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位于San Jose的红尾 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月7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Hayward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资深理财顾问Simon Chu 赵世文介绍退休金转换 加送红利计划 在2018年一开始就让您知道 Mans Mutual专业理财师沈荣 讲述在4月15号报税前 可以存放的几种退休金的利币 以及对每个人的适合性 GMCC万通贷款James Jean 介绍几种大额贷款 对不同身份的贷款人都有解决之道 不要忘了在1月6号周六晚7点半 与您共度娱乐漫谈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Direct Lander 专精大额贷款 6家分行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GMCCLong.com 866-462-2929 查询利率 万通贷款Cupertino分行 1月12号周五上午11至12时 Open House 欢迎光临 RSVPinfo at GMCCLong.com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650-996-1982 Nano Mortgage Capital Corp Ego Lander BRE Number 跟150-029 NMLS Number 254895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您是否想创业 却不知从何开始 连锁加盟顾问公司 Frenet 将在星期六 1月13号下午2点到3点 在圣河西MLK Library 举办一场自己当老板 如何成功创立小商业的英语 免费讲座 内容包括创业的方法 如何选择适合您的行业 创业的资金 连锁加盟商的特征等等 您想在美国创业 掌握自己的时间及未来吗 请诉简讯连锁加盟顾问 Lean报名 650-660-7837 650-660-7837 Fremont新章清真店 奔山仙 特别秘制新鲜 正宗地道北方菜式 和各类面食 芝麻大饼 牛肉馅饼 秘制羊汤 水煮肥羊 川菜辣子鸡 红嫩羊肉 招牌牛肉 特色手工水饺肉包 真心出美味 真诚带顾客 饭菜有特色 味道很独特 体贴你的心 越吃越有味 奔山仙 位于36456 Fremont Boulevard 定位电话 510-320-5099 510-320-5099 蒸汽火锅 羊肉烤串 宵夜 筹备中 敬请期待 天天话题 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 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各位好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 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注册财务规划师 胡振国先生 胡先生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胡先生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这个重点的 这个人寿保险 其实我们可能 很多朋友并不太了解 就算是买人寿保险 也是有一个审批过程 其实把审批的过程 就像跟贷款很像 那我们先来谈 为什么要审批的过程 这样一个故事来讲 很久以前 有一个矿区里面 有一堆人 他们有的时候 会发生意外 那那意外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万一有人过世的话 其他家人会不会出问题 所以他讲 那我们这样好了 每一个人出一块钱 将来人过世的时候 我们把钱给他 刚开始没事 后来发现有问题了 为什么 有人说他年纪大的 跟我年纪新的 为什么要花一样的钱 所以后来又开始 按年纪来分了 其实按年纪分 有人不开心了 因为他的病很多 我很健康 为什么又付一样的钱 所以按照这个分类的过程 就是所谓 我们叫underwriting 就是审批的过程了 其实把人数保险的审批的过程 就跟贷款很像 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贷款经纪人 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填表 是 填表了以后 第一个 然后我们送给谁 送给银行 那银行 要不要看到你有没有credit 你的收入好不好 对不对 那怎么去查这些事情 你收入好就好了 不是嘛 所以一定要有third party 像credit union 这些对不对 credit report 它会给你这些资讯嘛 然后呢 再看你的收入啊 怎么样证明你的收入啊 是不是要查你的tax return 对不对 还有呢 你的房子 你说多少钱 就多少钱吗 是不是要appraisal 是 我还是要证明你的财务的 这样的状况 对 通常人数保险 也是要经过同样的process 怎么讲呢 你进来的话 一般来讲 大概人数保险 会主要看几个事情 第一个 你的健康情形好不好 第二个 说你健康情形好不好以外 第二个 还有你的家族病史 还有呢 你的财务够不够 你说你收入一年两万块钱 你要买一千万的话 会不会造成道德的风险 是 有人想谋财害命 还有呢 你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 你有没有抽烟啊 还有呢 你有没有去做一些危险的活动啊 wouncy jumping scrooper diving之类的 对不对 还有你的一些travel的pattern 比如说 你去伊拉克 去这些不该去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他要按照这个方面来知道 你大概会把你分成什么等级 每一个等级会用不同的保险成本来计算 这样子好处就是说 对比较注意自己 又比较保守各方面的人的话 是不是他的成本就低一点了 是 如果不按照这分类 在保险上有个术语叫 Everest Selection 什么意思呢 我如果一个汽车保险的公司的话 我如果只收保险记录不好的 那是不是收来的人以后都是大家都不好 是 那好的人因为价钱又没分的话 假好人是不是都退了 是 那是不是越来越多都是不好的 是 那你的你的费用会越来越高了 所以其实underwriting最重要就是不要把因为分类的关系 不会把好坏都集在一起了 造成都不分类的 结果好的走了 略必驱逐所有的良币了 是 这就是underwriting的概念 是 那我们在填这些表格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第一个来讲 我们来讲说 保险公司会去查证些什么东西 举个例子来讲 你填了表以后了 对不对 你填了表以后呢 第一个 他要不做体检 不是你说了算就算了 是 对不对 那体检通常是厌血厌尿跟静态心电图为主 那厌血厌尿的话 他们当每个指数都比较会看 通常看的话会看一些什么呢 会看通常来讲 他比较在乎的是什么 如果是胆固醇的问题 反而简单一点 因为甚至吃药控制的胆固醇 都可以拿到比较最好的 他们觉得胆固醇的风险不是那么大 尤其是要控制 不会因为你几天没吃药 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了 是 高血压的话 通常大部分的公司大概都会最好 只能拿到优等体位 你是要控制好的 当然你控制是要控制好的 比较麻烦一点 比较稍微麻烦比较多一点的人 的原因在哪里呢 比如说肝功能 就是所谓鼻肝或乙肝 这种 其实是我们华人常见的 为什么 其实我们研究过这一块 为什么亚洲人 鼻肝或乙肝的 乙肝的机率比较大 而且每一个国家 几乎都集中在某一个年代 原因在什么 后来我们想 我跟一个医生在推断的结果 不一定是一定 但是听起来蛮有可能的 是 是说我们小的时候 可能肝病的人不是那么多 但是呢 后来是不是有打疫苗 疫苗是不是用枪打 早期枪的时候不换针头 所以一排孩子在那边的时候 只要中间有一个得了 后面是不是通常得 因为像这种逼肝乙肝的话 他传递的就跟H一样 只有through blood or sex 那你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经过 父母也没有的话 怎么得来的 也没输血 那通常后来推断 大概是因为注射疫苗了 可是呢 到了后来呢 大家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 所以换了针头 所以之前是人少 所以没得 所以集中在大概八年到十年 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间内 A型肝也没有问题 B肝或我们叫乙肝的话 这些的话会造成什么呢 通常一般会你的肝硬化 跟肝癌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0倍 所以治好了我们叫代元者 代元者的话是大概有20倍啊 所以为什么叫常 你是代元者的话 最好每六个月要去验验选 你要控制你的肝功能 那像这些东西的话 它也可以还是可以买 只是如果你肝功能好 它的霉素没有被破坏掉 最好还是有拿到优能体位 标准体位的机会 还有一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糖尿病了 糖尿病 因为这些大概就是比较改不回来了 所以呢控制好的糖尿病 最好大概也是能拿到标准体位了 那它怎么样来得到你这些资讯呢 一般在美国得的资讯有几个方法 除了你的体检以外 还有很重视的就是说你的病例 那他们怎么知道你的病例呢 在美国有一个机构叫MIB 叫我们开个玩笑 叫Main in Black 其实它是Medical Insurance Bureau 它的就像Credit Bureau一样 Credit Bureau一样 它都是所有保险公司结合在一起 如果你去报个保险 报个保险以后 你用保险公司就会把你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的话 它会记在上面 所以我们常常在看到说 你在哪一个confidential的information 你站着什么什么去看过什么医生 它这些从哪里来的 就从MIB来的 那后来呢发觉你如果不用保险 它不一定看得到呢 所以现在又开始加了另外一个东西了 叫做Prescription Database Prescription Database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你只要去拿过药 连拿过药都会有记录 都记录 报个公司第一个收到你看你健康的问题 第一看Driving record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but你的体检报告很好 一看MIB Prescription Database又很clean 所以就很快了 是是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呢 house部分是他们看的 就是从这些地方知道 嗯是原来如此 非常感谢胡先生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幻语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感谢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注册财务规划师胡振国先生 胡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才其实您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我觉得好像在美国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秘密了 甚至自己生病看医生都是不可能保守的秘密了 现在的保险公司一个新的趋势大概未来大概在一年到一年半 你起码有15家到20家 你买100万里内的保险 他根本不用你体检了 他已经我真知道了 你会非常惊喜他们的 现在big data已经知道你有到 你签的授权数他可以调到你多少资料 哇哦 除了这个健康方面在财务方面是不是他们也要通过一个审查的过程 当然 所以呢今天来讲的话财务上web很重要的 因为十几年前在洛杉矶有一个LA times有一个news说一个老太太 她专门帮街头的刘纳汉 嗯啊 结果刘纳汉买了低额的保险 因为怕太延的审批 然后把这些谋杀掉了 然后自己都受益人 所以保险呢 它很多公司就在这方面有些规定 包括呢 你的insure跟owner之间 跟benefici之间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要insurable interest 一定要关系夫妻啦血缘啦或者借贷关系 一定要有这种关系的存在买的时候 那一天存在的他才能买 嗯 如果没有关系就比较吗 就就不能买了 就为什么 你觉得因为可能会制造道德的风险 啊 因为你随便路人甲跟踢路人仪买一个保险 然后路人甲做受益人的话 嗯 那这样风险会不会蛮大的 但这种关系的话 并不是指单纯存在于家庭关系 可以说是同事或者是老板这样的关系 呃 看情形 嗯 大部分的是血缘跟婚姻嘛 嗯 就夫妻 而人数保险最重要在乎的是你买的时候有关系 嗯 以后离婚了还没关系 啊 跟汽车房屋店不一样 商用保险的话 你要买的时候跟那个时候都要有关系 可是人数保险只是你买的时候必须有关系 嗯 通常常见的关系就是当然血缘关系啦 婚姻关系 还有呢 比如说一个公司你有很重要的一个干部 他的你的业绩80%都是他来的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保护工资立场 你买一个key person 你有这样的establish这样的relation 也是可以 可以的 还有呢 说我借你一个unsecure loan 嗯 一百万万有哪一天 你不管走 你知道 但我跟谁要 因为没有抵押品 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要求一下 但这个算比较稍微少一点 有些你去银行贷款 他unsecure loan 他有的金额大他会要你assign一个保险给他 嗯 就是这样是万一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是一般的在说你必须要有insurable interest 你要提出证明你有这样的关系 是 那还有呢 我们刚才的财务来讲说我们财务通常要看呢 你的收入了对不对 从金额大一点他要看你报税记录了 那当然有些你如果是新移民或者还没移民的话 还外外国人的话 可能他经过第三方的电话征信 还有呢 必须会计师啦 或者一些你的财力证明 才能证明你的财产 最重要确认说你会不会过多买的保险 因为买保险通常用两种方式来审批 第一个方面就是可能你的income 你帮取代你的income 人发生事情的时候是不要取代你的income 我们叫income replacement 那income replacement的话根据你的年龄 比如说你40岁以下 你大概可以买到20倍到30倍你的annual income 看每家公司不同的规定 可是到40岁到50岁的话 可能就变15倍了 到五六十岁的话可能就变七八倍了 60岁以上可能变三到五倍了 慢慢减少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你年轻的话 你的income还有没有可能增加 是 而第二个你的年纪大了以后 你可能income增加的空间比较少了 你需要的责任也变小了 所以按照你不同的 这是第一个用income来审批你的财务的方面 第二个还有呢 有些人可能退休了或者投资房地产 他的报税的income不见得很高 但是他资产高 那资产高将来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有遗产税的问题 是 那保险也是解决遗产税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要看资产审批的话 你的虽然income不见得特别高 但你资产够大的时候 那有些保险公司还要看你的cash reserve 够不够 所以看不同的公司来看你的审批 主要是看你的income或者你的资产 好这个来做财务审批 那怎么样来证明呢 那当然你可能要报税记录啦 我快据是证明啦 或者甚至说你至少提供property address啦 他们现在比较方便 zillow都可以看得到了嘛 所以这就是在财务审批的时候 他会为什么要看 还会看些什么 是 突然听到这里 我有一点好奇哦 在做财务审批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个标准是 如果说你在这个标准之上 那你很有可能就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policy呢 通常呢 财务审批只是看你会不会过 而不是看你拿到有没有好的rate 反而健康跟其他的习惯会影响你的rate 原来是这样子 财务审批只是基本上看你够不够资格买这样的保障 而真正看你决定你能不能买些什么呢 还是是健康跟其他的关系 哇 这样看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 刚才你一道说好像除了健康财务之外 还有你的一些习惯嘛 是 这些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 比如说我们说习惯来讲 你抽不抽烟 抽烟当然几率都是早的几率大一点 还有呢 你过去三年的驾驶记录 有没有拿到ticket 通常三张引内还ok moving violation 引内还ok 三张以上的话你就是比较高危险主了 还有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习惯 你要不要去做一些比较风险高的活动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是业余的驾驶员了 飞机驾驶员了 还有呢 你其实上的你高空跳伞 是 对不对 这些的话都会影响到你将来拿的rating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你的去哪些国家了 你不该去的国家 我记得很久以前在印尼还是 算不因为tsunami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候呢 印尼呢 那段时间很不好 所以那个有一个客人为了 过去几个月去过印尼 还要最后解释了半天 因为保险公司最在乎的是 你过去12个月去过哪里住哪里 跟未来12个月去哪里住哪里 未来他怎么来住呢 未来就是看你自己来 要自己讲你可能有什么计划 去哪里 对 但是主要是最重要的 还是你过去12个月 因为过去12个月的历史的话 甚至有些保险公司的话 对没有美国身份的人的话 我怎么样证明到了美国的话 其实你你签名 然后有授权给他的话 只要把你的护照号码 给你的出生年人日打到网站上 你的i94上面都会秀你 哪一天进美国 哪天离开的 嗯 这些其实都是保险公司 收集资料的一些方式了 嗯 是是 刚才您提到说 在这么多的考量审批的过程当中 好像健康是比较可以说是 我们能不能拿到一个 比较好的policy 应该这样子讲 健康是很大的一块 但是你的习惯跟你travel 会影响到 就算你健康过了 其他会影响啊 但是呢 如果其他不是问题 主要的还是在健康了 是是 我今天这个节目 剩下时间不多了 我想在最后这点时间 能不能请教您说 我们在做这个体检之前 你直接该做什么 对应该怎么样准备 所以呢看你年纪 当然年纪轻一点呢 还好一点 但是年纪稍微大 也就是四五十岁以上 嗯 你知道你如果体检前三四天内吃 吃很多海鲜的话 你会影响胆固醇啊 是 对胆固醇的影响 所以我们建议年纪大一点的 像我们这样至少四五十岁以下 你的metabolism 没有那么快的时候 你最好体检前三四天吃清淡一点 是 然后呢 体检呢 早上起来呢 先多喝一点水 很多人以为体检不能喝水 不是在人寿保险的话 你其实可以多喝的水 多喝水 你可以把你反而清掉一点 早上起来的时候 先喝一点水 嗯 睡可能也比较粘稠 对 然后睡觉睡好一点 睡好一点 吃得清淡一点 是 准备好一点 嗯 因为你的这一次体检过不过 再配上你的病例 嗯 的话 当这些都还不错的话 你比较容易 如果不好 你再等一段时间 还是有机会 还是可以再做 可以 很多公司就说你今天 就算你现在拿的不好 你现在拿的话 一年后你可以申请再重新体检 嗯 好的话 你还要求升等 升级 是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胡先生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月7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GMCC专精大额贷款 计划多 直接放款速度快利息好 现退出大额贷款新项目 大学刚毕业 信用不满两年 F1有公卡 房价98万 5%投款 没有MI 外国人身份 也可以做大额贷款 GMCC万通贷款 官区6家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讯联络 650-996-1982 996-1982 或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Mental mortgage Mental mortgage capital core Equal lender BRE number 050-9029 NMLS number 254895 先年开始 德利昂地产将为新老客户 举办由首席执行官 Michael Rebka主讲 税改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研讨会 西股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 Can Dillion 以及买家团队 也会在现场为各位提供最新的房市动态 1月6号礼拜六 5点到7点 请致电650-543-8500 电子邮件rsvp at dillionrealty.com Oshman Family JCC Palo Alto 此讲座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学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Rebecca Lane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和丰富的房源 湾区深得客户亲爱 Rebecca Lane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ane 408-720-6800 408-720-6800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621-9920 或上网www.google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法拍屋假作 先年开始 德利昂地产将为新老客户 举办由首席执行官 Michael Rebka主讲 衰改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讨会 七股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 Candy Leung 以及买家团队 也会在现场为各位提供最新的房市动态 1月6号礼拜六 5点到7点 请致电 650-543-8500 电子邮件 rsvp-at-deleung-realty.com Oshman Family JCC Pala Auto 此讲座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绝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您想学中医 将当个好医生吗 机会来了 请参加福特中医大学 在1月7号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 举办的招生说明会 欢迎社会人士参加 无需医学背景 地址在2497Industrial Parkway West Hayward 欢迎参观校园 咨询热线650-918-9968 可发短信或加微信号 650-918-9968 650-918-9968 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介绍我们的嘉宾 黄建雄 Tim黄 黄老师 黄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2018年的1月5号 也是2018年第一个交易周的结束 这个礼拜天天上涨 截至今天收盘 道指再度上涨了220.74 报25295.87 川普总统说 他认为Dow Jones下面一波是3万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19.16 报2743.15 纳指上涨58.64 报7136.56 可以说是整数的还有心理实质的关口 一点一点的都在破 一直在往上攻 那主要股指的表现怎么样呢 本周的道指累计上涨是1.4% 创了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当周的涨幅 那当然所谓的Sentern class rally呢 也已经到来了 因为在今年开年的1月2号和1月3号股市也都是大涨的 那这个indicate一月会好 如果一月结束了也好的话 那么就证明2018年也会好 这个是一般的统计数 道琼斯一个礼拜上涨1.4% 看到其他的 纳指呢也已经冲到了7137.04 看起来是稳稳的站在那里了 今天礼拜五美股是全面的攀升的 那到底他攀升的主要的原因 并且还能够攀升到纸上涨了220点 他主要原因为何啊 黄老师 他有一个市场的分辞师啊 他是非常出名的啊 技术分辞师 他说他基本上看到这个市场 他看来是非常牛泰的 牛泰到他坐立不安 哈哈哈哈 既然牛泰他要为什么要坐立不安呢 他一方面就是觉得 哎呀真的是很厉害啊 这个市场 另外一方面他又可能是害怕 就是哎呀有这种情况出现 不知道市场将会怎么样 什么情况呢 就是AAII 美国个人投资者的协会 他们每个月都有份报告 我忘记了是每一个星期 还是每个月都有份报告 总之是1月3号的报告就是说 有60个percent的人看好这个市场 这个是七年半以来最高 就是平均来说就是30左右 他现在是60 嗯 那么看不好的人呢 只有15个percent 也是三年前三年的地位 所以这些所谓的投资人的情绪 往往呢就可以量度 哎大家对这个市场怎么看吧 当每一人觉得这个市场可以可能下来的话 这个市场就会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惊喜 不是惊喜这个是什么就是给你一个不好的事情发生 黄老师在您做股市的几十年的经验中 有没有股票的市场像现在的这种经济的组合 还有股票经过一年都猛力向上涨 并且一过了另外一年还是持续上涨的 当然有一段时间当然会这样 可是我没有 当然我没有看九年八九年都是这种情况 都是年年都在涨 这个我真的是没见过 嗯 嗯 所以现在现在市场是看好 所以当然我们每当它在涨 在涨一点的时候 我们都会哎呀 不记得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调整 是 尽管是2个percent到5个percent的调整 很小的调整 也要调整一下才健康啊 常常都这么想 可是依然我们还是说 因为它没有破任何的支撑的线 所以不要卖股票 所以不用卖股票 嗯嗯好 礼拜五呢 美国的股市是全面的攀升的 那这个市场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有一些分析师是认为 乐观的市场情绪受到了最近美国通过的税法改革 对这些规定和削减企业税啦 还有大宗商品 期货的价格攀升 以及企业盈利现在增加 而以后也会增加的推动 稳健的经济数据以及债券收益率的下降 同时也把这个大笔的资金 从债市里面再度回到了股市 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那么像比特币在2017年就这么火红 他听说这个Ripple的创造人 他现在的财富可以跟Facebook的owner来相比啦 那他可真是新兴的 并且花时间最短的就得到这么多财富的人了 比特币和加密货币就是我 有生以来没见过的一种现象 嗯 当然我在市场上也炒过提货 也炒过股票也炒过option 这些都是做的都会分成比较大的 然后都回报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 可是还没有见过好像比特币和这个加密货币这种 涨的这么凶的一种情况 Ripple过去一年涨了37,000个% 37,000个% 我没有真的没有听过 比特币是8年去涨了500万个% 嗯 听过吗 没有 没听过啊 所以这种这种情况啊 是好厉害的一种情况 而且它已经比特币已经持续的上涨超过8年了 尽管其中有一些3到50%调整 非常正常啊 对它来说非常正常 三个礼拜以前比特币从2万块 掉到1万1千块 现在是1万7千块 所以如果说是投资比特币的人 他可以放心大胆的当他在某一个高点买进去 又跌下来他想着要抱长期的态度 因为他迟早会回来的 这个倒是跟传统的股票不一样的概念 其实啊 有一个就是比特币的交易所 叫做Coinbase 是美国最大的 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他们就是教人 哦 有一个定期 他从银行 从银行 每个月拿几百块啊 就你看多少钱吧 就是每个月放一些钱进去买比特币 现在退休账户也可以买比特币 嗯 我当然还没有研究过 怎么样做法 这怎么能够买到比特币的情况 可能有一些交易所啊 它是用IRA的形式来协计也不定 这个我还是要研究一下 可是我的经验来说就是 首先你看历史了 历史是过去八年 比特币无数次从高点跌三五十个不仅 然后无数次重新的站起来 就是讲到历史历史新高 所以永远都都在历史新高附近 现在也是 所以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不简单的一样一种东西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相信 将来真的是会是日常的必需品 嗯 好那另外呢在经济方面 美国的劳工部在礼拜五一大早宣布 美国12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呢 是增加了14万8 远远的低过预期的19万 那前值是22万8 失业率则稳定在17年以来的 这个数字是4.1% 这个是符合预期的 其实他的南方payroll的增加 比预期要少 这个对我们来讲 未必是一个坏消息 而是还蛮好的解读 却表示联储局实在 也要考虑是不是积极的 要在2018年加利息 或者是加这么多次 那具体的表现呢 美国的12月份的劳动力 参与率是62.7% 是跟前一个月是持平的 平均每小时的工资的时数 是比前一个月是增加了0.3% 预估是增加0.3% 那在我们湾区的很多城市 minimum wage 最低工资都已经调升了 尤其是在1月1号开始 尤其是在Sunnyville 和Mountainview 最低工资已经是15块钱 每小时了 所以这个薪水的增加 wage的增加 那何时这个通货膨胀 会达到2%的话 也可能会在2018年见到 那这些传统的经济数据 对于trade 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的人来讲 是不值得一顾的吗 你是说什么影响 比特币和这个加利货币 我说传统的股市 债市的一套走法 通通是跟经济连在一起的 对吧 对 那么现在非传统的比特币 以及其他的虚拟货币 好像不是建筑在经济的稳不稳当 而是在一种另外的环境 星球中间独树一格 难道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 是跟其他的经济啦 以及国际的关系啦 是没有关系的吗 他远景来说是对经济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他可以把这个国家一个人的钱 传过去另外国家的人的接收 那个人 时间方面只不过是几秒钟 嗯 然后费用方面 有一些几乎是零 Ripple Ripple 它说他们能够跨国寄钱 费用基本上是很小很小 银行的话多种手续 然后时间大概要到外国的话 大概要一个星期 然后费用的话 你要从美金要转为 转为那个国家的 又收你的费用这样 所以以后啊 当这种技术被大家都用起来 用起来的时候 现在Ripple其实 为什么Ripple最近长得这么凶 就是Ripple已经适合了 适合了十多家的银行 全世界大的银行 他们已经开始合作来用它 怎么合作 就是银行用他们的系统啊 用它的系统 那他不是说要去中心化吗 那银行跟他合作 大概你也明白一点这个加密货币 是去中心化 对啊 可是偏偏Ripple不是 哦 Ripple就是有人控制 可是 这个问题我还问对了 可是他 你问对了 good question 可是他的好处就是能够解决 跨国付款 嗯 跨国付款 跨国付款 这些时间上的减小 和费用上的大大减小 这方面来做文章 所以他们做到了 所以他们最近啊 就是长得这么凶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去做到了这一步 所以这个回去刚才的话题就是 呃 这种技术啊 将来就是 呃 当大家用它的时候 就啊 这个 就 这种 这种方面是非常有效率 有效率的话 对于经济 当然是 可以有很大的 好 好处 嗯 好 每样东西都会快一点 好的 我们今天访问黄建雄老师 我们现在到了近一段广告的时间 回来以后继续探讨 同时我们要主动提出几只股票 来请黄老师分析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先点开始 德利昂地产将为新老客户 举办由首席执行官Michael Rebka 主讲税改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讨会 系股最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 Ten Dillian 以及买家团队 也会在现场为各位提供最新的房市动开 1月6号礼拜六 5点到7点 请致电650-543-8500 电子邮件RSVP at Dillian Realty.com Oshman Family JCC Palo Alto 此讲座专为潜在客户准备 谢决其他地产经纪人参加 宏伟中医自1993年成立至今 在中国已经有35家分诊所 二十几年来受到广大患者的医治好多 2007年 红伟妹妹红霞来美成立了位于San Jose的 红伟Medical Group 汇集了多名高素质的针灸师 脊椎整形师 推拿理疗师 组织各种颈尖腰腿痛 欢迎免费咨询 408-436-8055 408-436-8055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现在呢我们除了看三大指数 上面只看阻力而支撑啊 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要下来的这个情况 因此呢我们现在开始就来谈几支个股 来请黄老师来跟我们研究一下 可以吗 可以 第一支是Apple AAPL AAPL今天收在174.83 上涨1.04% 从它的图表上 是不是要正在build up 第四个高点的这种感觉 就是为什么它有几个低点有几个高点呢 就是因为它们在盘整 盘整区里面交易 所以它现在它的高点是177块 然后现在175 非常接近这个高点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